尊敬的 我們學禮 敬中協會的證據是 至於同修 至於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 我借這個 金晉佛二的姻緣 來跟大家 講講話 非常難得 雖然我們經過 網路的共修 舉辦這個金晉佛二 也是最難得非常珍貴的就是能夠 受持八觀摘戒 最主要的 我們能夠 在這個念佛當中 得一心不亂 將來才能夠 正念分明 往生淨土 所以如果一些 如果講一些不對的 地方 請大家 多多的批評 首先我們一定要先了解 我們 念佛 目的 是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清楚的 那今天我們念佛的目的啊 就是借這個念佛的因緣 在這個 在這個 末法 時代 啊 謀強 法弱的這個 時代呢 就是要來成就自己 而這個最大的成就呢 就是釋迦牟尼佛 兩千五百年前啊 常勸導我們的 就是生死自在 就是生死自在 了五塊 你要如何 經過這個念佛 這種的方法 能夠得到大自在的 特別對生死的自在 了五塊 然後最后 能夠得究竟樂 離究竟苦 這個就是我們 佛法學習念佛 最終的成就 就是能夠得到自在 這個原因 所以 我們看看前幾年那個 海賢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歲 他念佛真的太自在了 生死自在 了五塊 你看他一生 他是一位 沒有文化的老法師 一生沒有讀過半部經 出家之後 老是只交代一句話 一句阿彌陀佛 永遠不改變 幾十年下來 從來不動搖 一句阿彌陀佛 老是聽話 除了之外 白天就是幹活 種地 做一些出工 砍柴 挑水 種種種的一些 他每一天不斷地都在上 跟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每天也是要幹活 上班了賺錢了 但是甚至於海賢老上的 生活的那個時代 比我們辛苦多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在澳洲的 尤其那些退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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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用擔心 今天 有沒有吃 今天能不能 生活過得好一點 在海賢那個時代 一天不上班 一天不工作 那是沒辦法生活的 但是他老人家 你想一想 念佛比任何人自在 所以我們祖師大德常常告訴我們 生死自在的人 一定是在日常生活自在的人 這個意思的意思 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弄明白 如果連活著不自在 那時的自在才奇怪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今天念佛 在日常生活裡面 雖然我們都在念佛 那個心態有沒有自在 有 但是不多 那為什麼呢 清掛的太多了 所以念佛的那種心態 也念不出來 走到哪裡 無論你在那地方 在一切處 一切死 你就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臨終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辛苦 放不下嗎 清掛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無論你怎麼念佛 你無法能夠得到 念佛的功德利益 你想一想 你天天有沒有在念佛 有啊 牽掛的有沒有減少 沒有 反而更多 一邊念佛一邊執著 一邊念佛一邊不去 一邊的牽掛 牽掛這個牽掛那個 那一刻 到最後 一樣東西也帶不走 還真的 最尊敬的 最童修大的 念佛關鍵不在於多還是少 關鍵在你能不能真正念佛 明白這個事實的真相 你了解之後 你念這句阿彌陀佛 你的心就靜下來了 那種心腹氣躁 你慢慢的就減少了 所以有一些啊 我們一定要知道 你要懂得怎麼去念阿彌陀佛 你能夠真正懂得去念這句名號 那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對你很大的幫助 特別在生活裡面 你能夠應用這個生活 得到大自在 為什麼呢 因為明白這個道理嘛 所謂的 生不帶來是不帶去 有什麼好牵掛的呢 所以很多事情 我們 必須要徹底的去了解 真的 念佛 佛不主重在你念多少生 所以很多人問師父 那要如何念佛才能夠得身淨土呢 因為這一生非常難得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能夠遇到這個法門 然後再聚會一处 然後來稱念這句名號 那我們要如何來修持 要修什麼樣 才能夠具備 將來能夠得身淨土 那怎麼修呢 這個就是對於特別呢 一些眾生 這一生就是要發願往生淨土 想要超越六道輪迴 離苦得樂 而且一生能夠圓滿 直至成佛的人 那我們要該怎麼樣來培養 這個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如果你沒有把這件事情做好 你怎麼念阿彌陀佛 你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圓 修一點福報 你無法超越六道輪迴的 那怎麼修法呢 我們看下面 釋迦摩尼佛是怎麼說的 我們好好來看 這段經文呢 我們大家對於讀誦這部佛說阿彌陀經 說得非常的熟悉 釋迦摩尼佛 在這段經文告訴瑟利佛 也是告訴所有在極速極孤都員 參與這個法會的 一個人能不能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了 釋迦摩尼佛告訴瑟利佛 能不能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等於是告訴我們 他說不可以少上根福德因緣 得生彼果 那如何修上根 什麼叫做上根 什麼叫做福德 什麼叫做因緣 你要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沒有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的 釋迦摩尼佛講得非常的明確的 你必須 一定要的 沒有討價還價的 而且特別在於這個法會當中 這些諸菩薩眾來代表 文書彌勒 藏金進福上 以釋迦摩尼佛的藏水地址 一千兩百五十五個人 以色利佛來代表 從仁天 以 刀利天的天主 誓體環音 來代表 他告訴我們 明確地告訴我們 真正能夠往生西方集的世界 真正能夠往生西方集的世界 你沒辦法的缺少這個善惡 只要你能夠缺乏 你就沒辦法往生西方淨土 那這個上根福德因緣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下面的意思 下面 上根最重要的是講我們對這個法門 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 那個才是重要的 你有沒有一丝毫的懷疑 而你聽到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你聽到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 你聽到五量塑經淨土五經一論 而你能夠歡喜地接受 老實聽話真幹 這個就是上根 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 深信 對釋迦牟尼佛49年而所教誨的 從來不動搖的 你有沒有 這個深信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深信能夠做到圓滿 等覺菩薩還不知道圓滿的 只有妙果覺才能夠圓滿的 你對這個法門 你有沒有堅定的信心 我相信我這一生 畢生往生進步 我從來不動搖 像海賢老爺上那樣 幾十年下來從來不動搖的 一句阿彌陀佛 從來不會對大家講過一部經 從來也沒有讀到半部經 他老人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成就 而念佛念得這麼大的自在 那為什麼我們的區別跟他不一樣 對佛沒有信心呢 半信半疑啊 今天如果你對佛有信心 那今天你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樣 你看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地球居住的人啊 將近大概已經七十多億了 在這個世界上 信仰最多的就是基督教 那我們從我們佛教角度來看 大概將近八億 這八億啊 一層一層把它逃 逃掉的 真正能夠相信淨土的 而這一生能夠 對 表生死 超越六道輪迴求生淨土的 你一層一層把它逃掉的 剩下多少 不多啊 那今天我們能夠聚會一處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說明啊你過去生 在三寶裡面 中了不少的善根 只是因為過去生 可能迷惑了 又這一生得人生 又遇到這個法門 這個說明我們的善根 過去生所種下來的 那個非常的深厚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能不能 為什麼這麼能夠歡喜 接受這個法門 歡喜的念這句名號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釋迦牟陀佛把這個善根排在最頭一條的原因 就是告訴你們 你要堅定的信心 你要相信 只要你能夠深信 真的有西方極的世界 真的有阿彌陀佛 我這一生堅定的 從來不動搖 那你的善根真的非常的圓滿 那接下來就是看我們自己的本分 那要如何把這個善根能夠做得圓滿呢 那我們看下面的 你就知道了 福德 福德就是講什麼了 最終要講你的願心 這一生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清見阿彌陀佛 求生西方極的世界 你願意老實念佛 你願意聽佛的教會 能行能正 海賢老上就是這樣的性格 聽老師聽了一句話 從來不改變 老實告訴他 你要好好念佛 將來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從來不動搖過的 一百一十二歲呢 很常說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的周圍 在臨終的時候 他有沒有真正把他的這個心 這個目標這個方向 生在親近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極的世界的 有時候很多 到最後 就被動搖了 就是很可惜啊 非常難得 釋迦牟陀佛 苦口婆心 告訴我們 人生真的很苦的 你去思維一下 你去觀察一下 哪一件事呢 你看看我們的人生 哪一件事不苦的 都是很苦的 所以苦口婆心 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 沒有別的 希望我們能夠 將來 能夠真正離苦得樂 而得到究竟的樂 離究竟的苦 那你這一生就不白來了 那你這一生你真的願意 我真的很願意 我什麼都不需求 我只是要求 將來能夠親近阿彌陀佛 沒有別的 我這一生能夠跟 諸佛在一起 跟觀世音菩薩在一起 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將來能夠在西方幾多世界成就 將來能夠來幫助一切眾生 特別對於我們的家親眷屬 對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來照顧他們 來幫助他們 不要再受無量無病的 這些六道輪迴之苦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在讀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 很多人沒有把這一段經文 去留意 說乎把它讀過 你有沒有這個願心 就看個人 有些人 有些人說 哎呀師父 這個世經還不臭 對呀不臭啊 只是還未到而已 到了時候你才知道 這個世界真的苦不開圓 真的 像前幾天 有一位居士 住在新加坡 他是 本身是印尼人 嫁到新加坡去 每一天 每一天 常常跟他的那個 先生 常常吵架 打電話 師父我該怎麼做 你看 剛開始的時候 感覺生活很幸福 很美滿 又生了一個孩子 你看 經過了十年了 開始慢慢出來了 問我什麼方法 沒有什麼方法的 所以很多事情 真的 我們能夠願意 在這個環境裡面 在這個 這個末法時代裡面 你能夠把你的心 把你的方向 把你的目標 放遠一點 把你們這一生能夠 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 而這個功德利益就是能夠 生死自在 了五卦 那你這一生就不败來了 你要這樣的建立 從你的信心對淨土 從你的信心對阿彌陀佛 從你的信心對 對釋迦牟尼佛的教會 然後你把你的方向 你目標 放在更圓滿的一層來看 那你這一生真的 就圓滿了 這個就是第二 我們 釋迦牟尼佛在佛說阿彌陀行 特別對於那些 這一生要求生西方極的世界的人 而來做一個提醒 上跟福的 那第三個呢 這講什麼呢 因緣啊 這個因緣我們是最好的 我們今天遇到了一個 好好的真正的善知識 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 你能信能解能信 那這個因緣就非常的殊胜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 在這一部弥陀經 為我們講的非常的清楚 哦 只要你能夠具足了 這三個條件 哦 你就能夠往生西方清徒了 這個我們一定要相信 哦 那念佛要念多久呢 有人問啊 那我們今天 具足了這個三個條件 有上根 有福德 有因緣 那我們要念佛念多久 才能夠往生西方淨土呢 釋迦牟尼佛也為我們說得很清楚 哦 其實關鍵 不在於你念多少 剛才已經講 只要你具足這個三個條件 那要念多長的時間 我們才能夠成就呢 我們看下面 釋迦牟尼佛是怎麼說的 一切眾生具足了上根福德 因為念佛要念多久 才可以成就呢 我們看下面 射立佛 射立佛若有善男子善一人 文說阿彌陀佛名號 指此名號若一日若二日 若善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亂 其人臨命忠實阿彌陀佛一處 慎重現在期間 四人忠實 先不頂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 极樂果度啊 你看 釋迦牟尼佛講得很清楚啊 一日乃至七日 你就能夠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我們今天念佛念了幾年了 七年了 十年了 也是一樣 沒什麼改變 你看蜜頭經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不是跟我講得很清楚 都能夠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我們都念了幾十年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很多念佛的人 區別很大 其實 在彌陀經是佛為我們講這個問題 但是在五量疏經又不一樣 五量疏經佛是怎麼說的 我們看下面 你看 如果依照五量疏經的說法 稱念弥陀得身淨土要多久 一念到十念都能夠成就 你看 你看哦 不是一天哦 不是七天哦 一念死念都能夠成就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般這些我們鏡中的鬧場 每一年在這個特別的季日 清明啊或者這些中原 冬至啊 會舉辦這個佛祈 佛西的起源 就是因為這一步驚而來的 那為什麼要辦佛祈 那為什麼要辦佛祈 就是因為啊 他用這個定的時間來幫助我們 成就自己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釋迦牟尼佛講得很清楚 我們佛祈辦了幾次的 很多 正在往生細胞級的世界的 沒有看到一個啊 哦 你看那個 過去 美國 華府的 這個周邦 這個什麼 這個周廣大老先生 大家都知道 周廣大老先生 他是開麵包店的 得了癌症 苦不甘願 很痛苦 天天看一身 哦 那個真的很痛苦 所以很多人啊 尊敬得最同修大哥 現在百分啊 只六十幾乎很多都得癌症 很多 周廣大老先生 你想一想 他得癌症那個 熬得很辛苦 太太看到這個樣子 你想一想 心裡難受嗎 很難受啊 欸 他很有福報 遇到了一個善知識 把這個法門介紹 然後來鼓勵他念佛 但沒想到 一聽到這句阿彌陀佛 一發心就念佛了 沒想到一念佛 這個病苦啊 慢慢就沒有了 而且告訴他的太太 告訴他的全家 告訴他的兒女 你們全家要為我通通的念佛 三天而已哦 你看哦 一生從來沒有接過佛教的 只是在病重苦的時候 遇到了這些善知識 鼓勵他 介紹西方吉德世界 給他講這個西方吉德世界的 無盡的莊園 無盡的美好 勸他你要深信 你要念佛 你要相信真的有西方吉德世界 你要相信真的有阿彌陀佛 你要趕快發願 他沒想到 念三天 告訴大家 我要走了 而且 有一些句是看到佛在屋頂 而且又聞到一些異香 三天呢 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證明了 釋迦牟尼佛在彌陀經所講的 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得身净土 所以有一些人 常常問我 師父 那為什麼我們 不像阿彌陀經所講的 沒關係啊 他要慢慢來 阿彌陀佛也慢慢來 對不對 你要輕鬆地念佛 阿彌陀佛也輕鬆 你要等下一輩子在人家 阿彌陀佛也會等你的 阿彌陀佛的真的很慈悲 阿彌陀佛 所以尊敬的這些同修大的 真的不容易啊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所以很多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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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根基建立好 将来无常到了 我们赶快做 随时随地的 自由自在 你想要留就留 你想要离开就离开 多自在啊 真的 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印光大师这个方法 把这个十字贴在门口 但是我没有把它贴在门口 这个就是因为提醒自己 真的提醒自己 没有办法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从这个角度 我们一定要了解 《五量寿经》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不仅仅一日乃至七日 一念十念 只要你能够上根福德因缘基足了 对于相信西方基的世界 对于由阿弥陀佛 无论你一念十念 你就能够得神净土 这个就说明什么 你那个心的恳切 从来不动摇 那种了生死的心 那种心非常的恳切 想要离苦得乐 那种心态 非常的坚定 所以那个心 就算他念了十念 他就能够往生净土 我们要建立这种的心态 所以我们今天念佛 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得到 能够生死的志在 而在日常生活里面 而了解 这个比什么更幸福 比什么更快乐 比什么更重要 比什么更珍贵 你要相信 不然的话 你看 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 念了几十年 有没有得到大志在 没有 什么原因 放不下 牵挂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要学习 克服 我们种种的 这种的欲望 因为欲望 只有苦 没有乐 这个今天早上 简单来为大家 鼓励 我们念佛 目的 首先要建立在哪里 就是要成就自己 而这个成就自己 没有别的 就是生死的志在 聊五挂碍 走到哪里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 地方的环境 在一切处 一切时 你能够自由自在 而获得解脱 那个比什么样的生活 更重要的 那个心 发喜 充满 那个心非常的幸福 比任何人更幸福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 念佛的区别 我们一定要好好 来行持 好好来修行 因为啊 能不能生死 能不能了生死 关键不在意别人 关键不在意这句名号 关键在你自己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 我在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的任务 我的使命是什么 那个才是关键 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要搞 六道轮回 对于种种的这些的 那佛也没办法呀 学习功德啊 这个就是因为 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大时代 没有别的路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种事情 念佛求生极法 今天呢 简单跟大家来说明 等一下下午 再为大家 来为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好好念佛 祝大家 六十吉祥 祝大家 身体健康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下班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